我们现在离卢孤湖景区大门还有一公里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景区会不会找我收门票 因为我去丽江要经过卢孤湖 我已经看见那个景区门口了 怎么说呢 他会让我们进入 全市长知道了 需要需要省份证之类的 不用 不用哈 不需要省份证 不这么黑 我要加一个他的微信 给他的钱到时候再退给我 他是这个样子解决的 就是他这有一个工作人员 加了一个他的微信 他转了70块钱 这个导航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他给我的一个导航 要到景区的南门出去 只有28公里 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出景区 他才把那个70块钱的门票退给你 相当于70块钱的保证金嘛 他门票可能也是70 我还说去卢孤湖吃个饭呢 这样的可能搞不成 我在这已经玩了两三次了 我已经对这个好奇了 知道吗 都玩都不想玩了这地方 所以我车都不会停 我确实确确实是只是路过而已 我的目标是立江 不对 我的最终目标是比较长 我还得稍微开快点 还有10公里的样子 因为他这个路上很多游客的车 还有他们当地的车 还有摩托车 所以开的没有那么快 但时间要到了 不要待会就是多了几分钟 说我70块钱 我难道还回来玩一趟吗 对吧 要快快的到达 景区南门 出去 在外面想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吃的 鲁公湖 完美错过 他们这条路安排的挺好 我现在已经出景区了 这个就是鲁公湖的景区南大门 我现在已经出来了 真的是景感漫感 我都不知道厕所让我们上吗 我们这过境的车辆让我们上厕所 我把车停在那儿 然后就上个厕所吧 厕所都上不了 上厕所都得买票 买了票进去 被围着了 我这是腐了 在路上找一个自然风光厕所上 饭是没得吃 下次遇到这种情况 一定不要 那啥 要在该吃饭的地方 该吃饭的时间把饭给吃了 不知道说点啥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到了一个国道的服务区 我们现在离丽江还有70公里 这个地方条件很好 小安子已经下来了 已经在疯狂的自己在玩 这服务区挺大 自己去玩 现在就是你放风的时间 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黑啊 我们停在这儿 过来过来过来 去看一下 这儿是一个餐厅 厕所在哪里 厕所不会在这个里面吧 没锁 没锁 看一下里面可以上厕所吗 没锁门 你上个厕所 待会就在这儿洗漱 这条件很好 看这个洗漱的地方好干净 现在就到我们刚刚看到那公共厕所 去洗漱了 洗漱 今天就早点休息吧 晚安 那我们立江见了 拜拜